国家安全固然重要 不过在星期一的国家安全教育日活动里面 支持的中联办主任郑硬红 除了要求特区警惕外部势力 他的另一番说话也很值得留意 4月15日星期一 是特区政府23条立法之后 首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同时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十周年 全国特区政府上下隆重歧视 举办不同活动去庆祝 在开幕典礼上 作为中央驻港官方最高代表 身兼香港维护国安事务顾问的 中联办主任郑硬红 在致辞的时候就发出了这样的指示 不安好心的外部势力 不择手段唱衰中国唱衰香港 连一些西方知名媒体 也都参与造谣污蔑 一些谣言 谎言 已经到了无底线的地步 就像财狼已经在撕咬我们的家门 我们绝不能还在搞什么 凌理之争 家族内耗 唯一的生路就是同仇敌忾 并肩战斗 几日前的星期五 全国政协常委唐英年 在一个建制派活动中 批评特区政府推行垃圾征费的手法脱离现实 不是一定要去茶餐厅坐下吃 他买一个饭盒回去 这个纸饭盒 他说你买一个咖喱鸡 你摸得十分钟之后 它变成淋了盒子 这个纸盒是很贵的 然后他说那部部部长 他就说不是价钱一样价钱 可能再便宜点 他说你平均便便宜点 我急买 新货便会贵一点 我绝对不会相信香港的商家不适得加价 所以就更接地气了 建制阵营以至管治班子口径出现分歧的情况 近期的例子不止一个 上星期三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接受媒体专访时 就提到面对外国不友善的批评时 更加要理性讨论 保持沟通 不要开晒火 行会召集人叶刘淑淑儀 在今个月初接受明报专访时 就提倡民间外交重建香港国际形象 更加说建制和政府 要慢慢改变低级红 直言若果太过战斗格就不行 若果太过战狼 就会扮演不了桥梁角色 今年一月 立法会行政长官答问会上 謝偉俊关注当局 全天候车轮战打击书店 便衣活足乱过马路市民 亲母纳税小红书 被特首李家超即场批评用词危险 令人想起2019年的黑暴 刚才有一些用词是更加危险的 令我上起2019年黑暴的时候 经常这些远对抗和反动力量 所用的形容词 这些我看到有再出现的矛头 我们立刻就要打击它 其实上个星期 唐英年质疑的不只是垃圾征费 今时今日我知道财政师 有份工作很难做 因为他手头上对于整个政府的财政 他是负责人 亦是首当的负责人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勢則行 应勢則行 什么地方是不需要勢的呢 比如这个时候新大雨 要细节的不要做 要等法院的大楼 要你几十亿的 不是真的要做 要是迟一点都可以 或者够硬要重建 又是不知几十亿 翻查政府资料 唐英年提到的几项工程 的确是所废不菲 其中重建荔枝各收押所 计划就要用超过55亿 虽然曾经被立法会议员何君尧质疑 造价好像五星级酒店 但最终今年1月 获财委会通过撥款 另外 政府今年1月 亦都决定 今中度政府合署燃子用地 将会用来兴建新高等法院综合大楼 连同高等法院大楼燃子用地 令高等法院可以保留原子 并扩充规模 虽然暂时未知具体的工程金额 不过原本预留重置高院大楼的 中环新海滨5号用地 之前预计费用高达200亿港元 司法机构在2022年 亦都向立法会申请撥款58亿 在铜锣湾加路连山道 兴建新的区域法院大楼 预计2027年员工 明日大婴的工程金额就最巨大 根据政府2018年9月的估算 单单在交易州附近 建1,000公顷人工岛的第一阶段工程 就要5,000亿 工程原本预计在2025年底起 跨越20年展开 假设工程量平均分布 项目每年平均的开支都要大约300亿 基本工程开支的中期预测 每年就超过1,000亿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2月到立法会讲解预算案那时 讲明人工岛工程必定会做 只是时间上 比原定2025年填海目标推迟一些 他在今年财政预算案中预计 未来三年基本工程开支将会进入高峰期 虽然政府已经按照项目的休息缓急 调整安排 但部分项目仍然会按计划继续推进 包括北部都会区的土地平整 和基础建设等工程项目 政府在中期财政预测的基本工程开支预计 平均每年大约900亿 仍然比过去五年的平均每年760亿 上升大约17% 看回特区政府帐目 在楼价下滑之下 卖地收入和印花税减少 香港已经连续两年 录得过千亿的财政 而最新的财政储备已经跌至7332亿 预计到明年3月底会进一步跌到6800亿 虽然财政司司长预计 这个年度的赤字会回落到481亿 不过过去两年 财爷都严重估错数 实际的赤字比原先估计高出一倍 事实上 唐英年担任主席的西九文化区 正正面对资金链断裂的财政危机 根据年报 西九文化区管理局2022至23年度 录得7亿1800万的基本营运赤字 政府早年的撥款预计 明年就会用尽 管理局组在去年8月 已经向政府提出财政方案 包括希望容许将部分业权 由止租不卖 改为容许出售套现 不过唐英年在上月接受星岛专访时就说 仍然未听到任何来自港府的消息 但西九不可能一直等 主政官员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就曾经回应 需要详细审视有关方案 但他也指做好财政规划 是西九文化区的责任 不可能为政府设立死线